最近老是听到那个门口有动静 看了一眼监控发现原来是隔壁的邻居在我门口来回走了 琢磨我的那个春联 之前在晚上抽中了想到这几天就要回老家过年了 摘了几张喜欢的切了出去 看了监控嘛 然后去邻居门口看了一下他门口提的春联 我就突然觉得这个邻居挺逗的 春联的内容感觉就像我们两家都提来了 我是外地刚搬来的 在这边旁边上班 然后前两天的时候出门看见他 门上贴了那个挺有意思的 贴了几十年没怎么变过 年轻人嘛 总想玩点新花样 再加上我小时候也学过点书法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红纸 写了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弹幕贴上去了 因为这事我们也就认识了吧 而且因为今年情况特殊 当他知道我不准备回去的时候 他准备给我祭奠他们家特产 在外面能遇到这样的邻居 我还挺感动的